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台南市府昨天早上一名陈信街友不满要被记名列册 就拿着铁链闯进社会局 到处乱甩 拔百叶窗 印表机等公务杂汇 甚至拿着灭火器乱摔 远警到场之后看他还想破坏电梯 立刻以辣椒水制服 而这已经是台南市府今年第二起民众闯入攻击事件 台南市府七楼社会局有街友闯入大肆破坏 警方到场但面对身材壮瘦的男子差点招架不住 出动辣椒水三名园警花了好大一番功夫制服男子 而稍早前他拿着铁链闯进办公室 扎毁印表机上面出现大洞还乱摔灭火器 摔门啊 那一个大只的灭火器也摔到地上 没有讲话就直接找了 然后就赶快逃 员工精魂未定事发在18号早上10点多 有毒品切到前科的陈信街友从火车站被驱赶后 来到东风路地下道想找地方睡觉 却因为没有列册登记 加上有喝酒遭到社工和警方驱离 他因此心声不满 这才带着铁链到社会局意图怨气 做事要打社工跟攻击我们的街友 那这样也危害到大家的人身安全 所以按照规定警员跟我们社工就希望他离开东风地下道 持续拍打电梯门远警立即辣加水 制止医毁损及妨碍公务 现行外移送台南地检署 申办 街友暴走乱砸遭到警方强制送医 也幸好没有人因此受伤 不过上个月初才刚传出有毒品前科的男子 拿狼头毁损市府大门 不到两个月又被人闯入 违安人员恐怕得绷紧神经 否则叫来洽工的民众如何安心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